大家好,我是王一亚批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采购的问题 采购是一个企业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因为它涉及到企业间谍成本 保证质量的源头问题 那么一般的企业来怎么管控这个采购这个事情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控制质量 第二个方面就是控制价格 第三个方面控制数量 那么控制质量的话就是由技术部门负责 对供应商的这个材料进行质量评估 合格的满足要求的就可以 不合格的肯定第一时间就拒绝了 第二个就是控制价格 因为采购方面的这个价格是直接涉及到生产成本的 那么直接材料一般占到这个生产成本的70% 所以价格方面的问题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需要由采购财物负责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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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 另外就是数量的问题 那么采购的数量主要说是订单需求算出来的 并不是说是随意采购的 或者是由这个仓库里面根据日常的这个消费情况来进行计划的采购 那么这三方面控制下来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采购的行为 使这个采购过程中存在的飞色的这个情况大幅度减少 谢谢